在中共十九大前 習近平接班人就備受關注 但直到六中全會閉幕後並沒有跡象 六中全會的開幕當日 11月8日 新加坡《海峽時報》引述中共內部消息指 由於擔心接班人問題 構成政治不穩定因素 習近平顯然不願意讓前任的政治老人 來決定自己的繼任者 準備在六中全會上確定新的接班人制度 目前已經秘密敲定了一個政治繼任框架 或將在二十大前確定 消息點明五個可能被習近平尚中的人選 在明年二十大 提拔其中一個以上的人進入常委會 測試他們的忠誠程度和政治敏感度 他們分別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 中共中辦主任丁薛祥 中共副總理胡春華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以及廣東省委書記李希 不過鑑於目前中共內部報疫進入最關鍵時刻 不排除迅速消息有派系在放風的可能 六中全會閉幕後召開記者會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 對習近平的一番拜神教式吹捧都在此超市 習近平需要一份與歷史無關的黨內決議 來確認自己繼續穩助江山的意圖 台灣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主任 東亞所特聘教授購健文 早前對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在二十大可能還要繼續執政 他就不會在他的第二任期 就是從2017年到2022年的這段時間 去安排接班人 他至少會再做五年 然後後面十年 他對自己的健康會有一個判斷 然後來做接班的規劃 靠健文認為 這樣做確實是有風險的 如果身體突然出現狀況的話 這樣對體制的運作會有一些影響 但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明確看到 有一個接班人的這樣的規劃 建行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台灣民主基金會 副執行長 硬堅發表示 萬一出了問題 他離開了位置的時候 現在恐怕就沒有人能夠抗得起 那就麻煩 就好像秦子皇和秦二世 但我覺得中國人可能就要進入 另外一種各地各據時期存在 誰有槍誰就有權力 硬堅發並且認為 隨著習的新時代來臨 中共政權就是到了最後了 中共六中全會結束 香港立法會選舉在職 時事評論人情長 近日在節目上 談及對目前形勢的分析 他認為 早年習近平已經提倡 香港要三權合作 因此六中全會後 北京對港府政策 不會有改變 他指 立法會選舉已經淪為大陸式選舉 不過 北京會借此機會 淘汰一些建制派中的忠誠廢物 六中全會之後 北京對港政策會否有改變 稱唱直言 不會有改變 他表示 早在習近平第一次訪港時 已經表示要三權合作 這就完全違背了《基本法》 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 這亦與香港人 一直以來所期望的民主選舉 及透過民選議員 民間組織強化對港府的監察背道而馳 稱唱強調 大家不要忘記三權合作 是習近平親口提出來的 當時是2008年 換言之 十幾年前 習近平就已經準備開始改造香港 而且這些年 亦不斷朝著改造香港的路去發展 情長感嘆 香港一直是大陸異議人士的避難所 如今 香港要輸出政治難民 這些都是具歷史性的 嚴重的變化 香港立法會選舉即將在12月17日舉行 近日立法會提名已經結束 那麼 《國安法》後的首謂立法會選舉 是何目的呢? 情長認為 共產黨想將香港立法會選舉 搞成一個大陸式的選舉 即表面上熱鬧 看似很多人競爭 今年3月 中共人大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並美其名約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情長說 既然完善了 如果冷冷清清就有問題了 因此當局一定要動員很多人出來選 甚至非建制和淺黃人士當選都有可能 因為中共需要這些人出來打邊鼓 不過事實上 香港選舉已經淪為中共式選舉 日前 南亡澳洲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許智峯呼籲民眾投白票 早前有3人因為轉發 呼籲投白票的鐵文而被捕 當局還恐嚇稱呼籲投白票或觸犯法例 正常批評 世界上哪有國家 有將呼籲投白票的人入罪呢? 也就是說 就連大家投白票 當局都認為是破壞選舉 甚至破壞國家安全 另外 港府日前 強制要求市民 在出入政府場所 是要使用安心出行手機程式 但在立法會選舉投票時 市民卻無需使用該程式 目的何在呢? 成長說 很明顯 當局想增加投票率 不經以完善來形容新選舉制度 即新選舉制度 要好於舊的選舉制度 如果投票率低於30% 又談何完善呢? 當局要催谷投票率 因此放寬使用安心出行 這也證明當局的很多政策 是智商矛盾的 他也指 如果政府強迫使用安心出行 就無法乘車地運老人家 出來票站投票 程翔還指出 地下黨員在香港一直暗中活動 暗中操控選舉的事情 也一直存在 他舉例稱 早年立法會選舉 新界西有個自由黨參選人挑戰 有中聯辦契仔之稱的何君堯 當時來說 既形勢遠遠比何君堯有優勢 結果就被人約到外地 被勸退選 並被以威脅口吻警告稱 其家人 競選團隊的工作人員的底細 都被掌握得一清二楚 意思就是如果不退選 其家人和團隊都將受到影響 對方還威脅何君堯對手 退選後 不得留在香港 程翔說 唯有去英國選舉結束後才回香港 先將事件曝光 程翔表示 共產黨一直都是這樣做 只是現在越來越放肆 加上 現在輿論監督都不存在 如果再有類似事件曝光 已經沒有媒體敢報導了 至於立法會選舉中 有沒有地下黨成員 程翔認為一定有 大家不要忘記 以前有個中聯辦地居辦事處的人 除去中聯辦外衣後 就去參選 因為他要以香港人身份參選 現在有很多中共派來的香港人 幾年後已經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可以名正言順地出來參選 不過共產黨要維持一國兩制的假面具 所以很多立法會參選人 認被記其黨員的身份 程翔說 如果共產黨員在香港公開參選 那麼一國兩制的假面具 就徹底私調 因此 中共還會 繼續以地下黨身份 在港行事 它還要通過香港和國際社會接觸 背負著共產黨的身份 始終有諸多不便 如 美國已經限制共產黨員入境 此前有評論指 香港建制派中很多忠誠廢物 這些人並不相信共產黨 但為勤命利而選擇追隨共產黨 從而引發諸多笑話 曲線醜化共產黨 程翔認為北京有意 借立法會選舉 淘汰一些忠誠廢物 比如有些人拿不到提名 最終情況是 北京示意 哪些人可以當選 哪些人不行 民主派離開後 立法會可謂建制派的天下 不過程翔指 按照北京的做法 會在建制派內挑起矛盾 淘汰一些忠誠廢物 程翔指 多年前他已經 忠告建制派朋友 勿打擊泛民 當你們消滅泛民後 北京的大棒就會打在你們身上 現在這件事情已經在發生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